Kesler,美股代号,TSLA,股价近日爆升,为ArkInvest,旗下创新ETF,ArkInnovation ETF,美股代号,ARKK,的重仓股之一 不过,Kesler的声势似乎未带领ARKK的股价重返高位,截至周四,18日,美股收市,ARKK今年以累跌8.7%,考书追踪港股的盈富基金02800,美国股市屡创新高 彪指今年以累升25%,受惠于强劲的企业盈利增长,虽然ARKK今年下跌了9%,但在过去三年升了175%,远高于彪指的75%升幅,而恒指今年至今的表现不佳,追踪恒指的盈富基金亦然,有网民发现, ARKK今年至今的回报,竟然比盈富基金更差的时候,感到甚为惊讶,因契妈去年的表现超班,与今年表现差很远,不过,若计及恒指周五,19日的表现 盈富基金急起直追,今年的回报跑书ARKK,网民既望契妈下年再努力,但也有人狠批他高买低卖思路,就算重仓Tesla,也难挽回劣势,有网民笑言,一,阿木D操作真是很好笑,Tesla NVDA感升得就是敢买, 跟着又高追迈D垃圾2,破坏性,自己的财产,ETF3,无了Tesla拉上补下,ARKK跌得仲敬有人认为,ARKK已沦为港股,D人常常笑港股,但估不到竟然有东西还费过港股 迅速减持Celo最新数据显示,ARK Invest,处理人木头者似乎完全放弃了美国线上房地产巨头Celo,美股代号,Z 截至周三,17日,美股收市,ARKK持有不足1000股的Celo股票,市值仅为5万美元,11月初,ARKK拥有710万股Celo 股价远远超过6亿美元,ARK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ETF,美股代号,ARKW,也有类似情况 由较早前的140万股Celo,迅速减持至1.12万股,经济一周推介相比在ARKK和ARKW Celo是ARK Fintech Innovation ETF,美股代号,ARKF的重仓股 持有约140万股,但也低于早前的200万股 Celo股价在11月至今跌了56% 该公司此前宣布退出炒房业务,并裁员约25% 股价积跌10%,Catsy Wood再次入手Celo股票,至今仍未回应为何迅速减持 不紧Celo,ARK Invest,还有另一只股票交易备受争议 无据丑闻月跌,如买美国券商Robinhood,美股代号,Hood,租客客攻击 洩漏了数百万用户数据,包括约500万客户的电子邮件地址,200万客户的姓名等 Robinhood股价大跌,Catsy Wood不断趁低吸纳,自10月25日以来 ARK Invest,几乎在每个交易日,都买入Robinhood股票 Robinhood股价在8月4日创下历史最高后,开始一直走弱 于10月27日跌穿38美元的发行价 目前股价已经较历史高位腰斩过半